人无德则不能立 一个人没有因得庇佑 是很难敢召来福报好运的 了凡四讯里说道 阳善享是名 因得天报之 因得厚重 是为上天所庇佑 为上天所寄功的 那么何谓因得 就是暗地里偷偷行善做好事 不是为了行善而行善 而是单纯的慈悲兴起 利益众生不求回报 凡为善而人之之者 即为阳善 为善而人不之者 即为因得 时时处处行善积德 即是功德 行善之可加 不在于别人夸赞 而在于自己安详 作恶之可怕 不在于别人之道 而在于自己不安 人生在世 可以做不到天天行善 但一定要日日持戒不作恶 作恶之可怕 如磨刀之时 不见其损 日有所亏 你有任何害人的念头 这恶念最终都是回头的剑 刺伤的都是自己 善不羁 不足以成名 恶不羁 不足以灭身 因果不饶人 以下这六件事损耗因德 别再做了 一 不孝父母 百善孝未先 世间最大的善 莫过于孝 佛教里 诸大佛菩萨 也都是大笑的典范 比如 佛陀释迦牟尼佛 地藏王菩萨 以及穆坚连尊者等等 地藏王菩萨 振开地狱之门救母 墓坚连尊者 救助自己的母亲 离地狱苦 得生天界 每年农历七月 也是佛教里的孝亲报恩月 孝顺父母 就是在为自己祭福 父母是世间最大的福田 孝顺父母的功德 等于供养佛 其实对父母最大的孝事 引导父母学佛 此生能够觉悟离苦 是最大的福德 有人说出家是不是不孝 当然不是 相反 出家是大孝 一人出家 九祖生天 二 杀生 血肉淋漓 未足贞 一般苦痛怨难生 舍身触地门心想 谁肯将刀割自身 一切有情众生 皆能感知痛苦 杀生就是在害自己 损耗自己的福报 与会命 人生有因果 福祸有轮回 今生你杀他 来生他杀你 因果不空 杀业越重 业障越重 多种灾祸 皆由杀业感召而来 大致度论理道 诸于最终 杀最最重 诸功德中 不杀第一 善护生命 其实就是在救我们自己 心中有慈悲 才能吸引好运 三 造口业 嘴是福祸之门 缺了口德 往往祸从口出 妄言必有栽殃 言语越是狂妄刻薄 福报损耗会越快 佛家讲身口译三页 口译也非常影响 一个人的福祸 嘴上无德 命里无福 学佛修行 不是让我们整天盯着别人 看别人的是非对错 真正的修行人眼里 他人无错 错的永远是自己 误看 误听 误言 少说多思 甚言甚读 才能更好觉悟 四 邪淫 三界轮回淫味本 六道往来爱未激 一个人如果借除不了邪淫 哪怕他再有修行 也处理不了缩破 只能在六道里 不断苦海轮回 所以 冷言经理说 淫心不除 尘不可出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 若不断银 必落魔道 邪淫是万恶之手 会大肆消耗人的福报 这一世便显现因果之报 致人财富流失 家庭不合 子孙不孝 障碍重重 烦恼不断 人的心不清静 处处都是地狱苦海 五 称怒 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称怒是诸多障碍之源 脾气越大的人 越没有智慧和福报 不懂得忍辱的人 再好的福气 也会转位或照 称是心中火 能烧功德林 欲行菩萨道 忍辱护真心 心量越大的人 越有福 就像弥勒佛那样 我们不能保证 所遇到的都是善人 所接的都是善缘 我们改变不了外境 改变不了他人 但我们可以修好自己 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长笑 笑天下可笑之人 宽容他人 亦是为自己积德 六 傲慢狂妄 有句话叫天狂必有语 人狂必有祸 心中没有敬畏的人 再有才能本事 没有智慧 一切都是枉然 人相对于浩瀚宇宙和天地 不过是沧海一宿 渺小至极 唯有谦虚谨慎 才能保风水兴旺 福报长久 若狂妄自大 不知天高地厚 必会为天地所忌讳 菩萨尚且低眉寒容 凡夫愚痴 不知收敛 我们每个人一生 都会遇到各种姻缘 就像那句话说的 若无相欠 怎会相见 前世五百次回眸 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原身原浅 皆是因果 原剧原散 皆有定数 有的人是来温暖我们的 有的人则带给我们伤害和痛苦 不论是感动还是折磨 都是自己命里的因缘 躲不掉 唯有接纳合了缘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了缘的过程 缘分尽了 自然就不会相见 不论夫妻还是父母子女 缘分深的 彼此陪伴时间久一些 缘分浅的 缘尽集散 无缘不惧 无债不来 不是还债 就是要债 无论善缘还是恶缘 都是最好的安排 善缘带给我们爱与关怀 恶缘带给我们苦难 其实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力量我们 都是来度自己的 对佛教了解比较深的人 应该都知道佛陀修行的故事 佛陀释迦牟尼佛 当年选择出家苦修 佛陀天资聪慧 悟性极高 修行取得不小的成就 然而却遭到他的堂弟 提婆达多的嫉妒与嗔恨 提婆达多为破坏佛陀修行 出佛身血 破合合僧 毁谤佛法 对佛陀修行 带来无尽的麻烦 种下无量罪业 在我们大家看来 提婆达多应该下地狱 可是并非如此 佛陀修行圆满成道后 提及提婆达多 不但没有怪罪 反而感恩他曾经的伤害 佛陀病为他授记为佛 认为他是来度自己的佛 在佛陀的眼里 没有分别 没有恶人 都是来成就自己的贵人 所谓佛眼看众生 众生都是佛 魔眼看众生 众生都是魔 即是如此 我们看他人邪恶 其实是我们的内心起了恶念 佛陀与提婆达多之间 也是注定的素食因缘 看似是货 却可以转货为福 化恶缘为人生的逆增上缘 有人问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伤害自己的恶人 小人 该如何做到不生气 如何消除内心的怒火 对于这个问题 佛陀曾经开始过众生 就像有一人送你礼物 你不接受 这个礼物 是不是仍然属于送礼物的人 同样 别人骂你 伤害你 你不接受 那么 这个人是不是在骂他自己呢 人生要学会忍辱 我们不是圣人 不会得到所有人喜欢 对于别人的恶意诋毁和重伤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和嘴下 我们是为自己活的 不要过于在意 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不去伤害别人 也不要折磨自己 我们改变不了 也管不住别人的嘴 唯有修好自己 学会转念 心里不执着 便无所谓伤害 寒山和时德 是佛界的两位罗汉 在人间修行的时候 寒山遇人侮辱 很是气愤 问及时德 世间有人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恶我 如何处之乎 时德约 只是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如果有人故意你 不要急着去还击 因果自会定夺 当然 我们与其有这个恶缘 也是自身恶业的显现 要忏悔 佛家 佛家常说 无魔不成佛 那些恶人的伤害 看似是魔 是障碍 其实是化身的佛菩萨 来度我们 来成就我们的修行 不断拓宽我们的心量 更能容纳福气 那些恶人不惜造业 来注意我们的修行 我们应当感恩 而不是称怒 有些人常抱怨婚姻 其实 人这一生 和谁有夫妻的缘 命里早就注定了 是善是恶 是疾是凶 皆由自己造定 好好经营 恶缘也会转为善缘 伤害也会转为恩情 人这一生 相遇不易 来生难遇 好好珍惜 惜缘乐缘